床加上獨立衛浴 位在臺北中山區食品大套房 如果是設宅包租貸管 不包水電 月租金大概兩萬元左右 而在政府推動下 越來越多房東願意加入 設宅包租貸管行列 他可能在裝修上 以及一些保險上的一些優惠 然後再加上稅務上的優惠 其實他們就會很樂意來加入 以這家物業管理公司來說 手上大約有一千多件 設宅包租貸管案件 迎建署統計 截至今年三月底 全台已經每合6.4萬戶 但真有那麼多嗎 民間團體不這麼認為 目前設宅租賃情限為三年 如果期滿租客可以申請續租 合計最長不超過六年 如果以每合次數來算 崔媽媽基金會認為 一年一千就等於三年有三個房客 宛如在填充KPI 你可能就是只有一萬間房子 那你三年天三次元 你數字看起來好像就有三萬 可是不應該這樣算 蔡政府喊出八年二十萬戶 社會住宅 其中包含八萬戶包租貸管 營建署預計二零二四年達標 不過這個數字引來碰空質疑 專家建議應該蘿蔔棍子並進 除了現行的優惠補助 還應該立法揪出黑市房東 增加設宅包租貸管房源 才能離居住正義更進一步 接著關鍵 宛偉條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Web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